內地科技巨頭華為 25日 在深圳召開 秋季傳場景 新品發佈會 除了在技術上有突破之外 在產品命名方面 也保持了強烈的獨特性 內地網民甚至搞笑地說 幾乎將整本山海經都註冊了 華為絕大多數的產品命名 都是來自中國的古代神話 例如程式設計語言 就叫做蒼蠅 侍奉器平台就以五幕內的泰山命名 侍奉器晶片叫做昆盆 5G晶片叫做巴龍 移動終端晶片叫做麒麟 智慧顯示晶片叫做紅菊 和未列出的城王、青鳥、當腔、靈智、韜鐵、北文 都是出自山海經描述的上古易修 山海經不單記載了 大量中國民間傳說的地理知識 亦都保存了包括鋁窩造人 正衛填海等等的神話傳說 例如鴻蒙 盤古在昆麟山開天壁地之前 世界是一團運動的元氣 而這種自然的元氣 就叫做鴻蒙 華為過去將系統定名為鴻蒙 如意不言而喻 就是寄於新生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